大家好,今天7月12日星期三 其实都忙了整天 因为民众财经台应该是8月初旬就会正式启动 所以这几天就要拍一些宣传片 还有要刺激,其实真的忙得很紧 逢星期三稿特别多 所以基本上下午的吃饭时间都没有 好了,看看大市 今天高开之后就持续进一步上升 有两个信号出得来相当好 第一,恒指今早成功突破了6月9日的高位 26,090点 即是由6月9日的中期消化和调整或者整固 可能去到7月5日的低位25,199点 暂时来说已经是高一段落了 问题就是,现在的市 既然突破了6月9日的高位 是不是马上发展新一轮的中期升浪呢 这个不敢肯定 因为成交今晚呢,其实老实说是一半而已 不过当不知就不算是太过少 但是直到这一刻呢,你是腾讯,匯控,中行,公行,建行 或者是中人秀,平保,这些大蓝筹持续上升 从而拉动指数向上限 不是整个市都热 当不知,刚才我所说的这6只蓝筹 恒指成分里面照的比重已经超过40% 绝对有一个领导的能力 刚才我提到,这个走势是比较重要的 第二,其实10天和50天线距离相差是100点 如果恒生指数延止持续在25000左右 拉脚反复的话 可能这个礼拜五或者最后下个礼拜一 10天就会跌穿50天线 或者50天线是会升穿10天线 估论怎样都好,都不是一个利好的讯号 即是显示得到整个中期的走势 是出现了一个放慢 所以10天线是没有法子作进一步的上升 刚刚遇到那条50天线 仍然在每日20几点高速度的上升 所以最终是搭在一起 对整个中期的走势来说,老老实实 就算不是偏淡也好 绝对不是一个好的一个讯号 但是经过这三天的上升 其实已经有少少是抛离了 暂时来说,就要看看去到7月中 那些成交金額是否能够持续了 简单地说,中公建 几只领航的南丑是否能够持续了 因为整个大市去到2万6千多 你任何的憧憬上望 一定是2万6千5,2万6千8,2万7千 其实距离大时代的高位 因为我近15年4月27的2万8千5百89 不是差很远 我不觉得会太快 但是现在不是2万1上2万2 不是2万2上2万3 现在是2万6上2万7 所有股份都是贵了 股价也高了 你是要足够的资金 不断地向上推 才从而拉动到指数 作进一步的趋势 这些大家都明白 有一件事想跟大家谈 就是内地的券商股 其实有点想回乱的感觉 但是现在这一刻 上证市数 事实上仍然盘着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但是只要中期后市 或者中日后一个阶段 是有机会做好的话 其实券商股现在这一分钟可以买的了 中信证券、海通证券、能源证券 这些都可以作着量的跟进 买一些持有 放在手门口作中线的部署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